十一点 怎么样都睡不着 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 每晚十一点 我和西城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 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节目 今天亚秋 又是用Zoom来远程的做节目 因此非常高兴 为您请到的是一位 远在台湾台北的嘉宾 也是亚秋第一个访问到的 YouTuber嘉宾 毛嘉庆 小毛你好 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做个很简短的 对对对自我介绍 毛嘉庆 我现在在台北 跟所有西雅图的 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朋友们问好 好的谢谢 谢谢小毛 那因为你在YouTube上 有一个你自己的 叫做频道还是什么 反正你是一个 对就是有个有个频道 对所以你是名副 名副其实的YouTuber对吧 是 我开频道也才没多久 大概这四个多月 已经开了四个多月了 经验如何呢 就是感觉还在 还在适应 整个 还在摸索 自媒体 那么是什么样的因缘 让你变成了一个YouTuber呢 以前我从大学一毕业 我就当记者 我当记者的时间有十五六年 然后在这当中我也担任过 中国电视公司跟华视的制作人 我也当过纪录片的制片 所以我对媒体跟节目制作 其实是可以说是我的老本行 那我之后又转到了政界 包括我担任过 马总统选连任的时候的发言人 兼高频办公室主任 那我也当过住住姐的发言人 也当过国民党的发言人 所以今天我可以不用讲话 完全由你发言了 那也不行 我只能照着您的tempo走 你的经历听起来是很辉煌 所以做一个YouTuber对你来说 应该是不困难 只不过是需要一些 你刚刚说的适应是吧 的确需要去做一些适应 因为这是YouTube的直播的互动性 跟它的影片的整个 跟我们以前在传统媒体 在电视台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 它等于是说 比如说如果今天不是用直播 而是我们做了一支影片 丢到YouTube我的频道上 它就好像是一颗小的人造卫星 打到了太空去 它虽然永远存在那边 但是很难被人看到 你要怎么被看到 那就很困难 那概念是我到现在都还在摸索 因为毕竟也才四个多月 我算是newborn 对所以听起来比大海捞针还困难 所以你一定要发光发亮 让别人看到你 吸引别人的所谓眼球对吧 对所以说这个YouTuber里面的形态 其实你会可以看到很多帅哥美女 他们可能 他们有他们去 我们说摸眼球 或是说吸引目光的一些特殊的玩法 但是这并不是适合我的调性 我大概也都不出来 你看起来也是帅哥呀 哦谢谢 谢谢王杰 谢谢您啊 那么你做YouTuber这段时间以来 没有人跟你说你是帅哥吗 我不相信 就是大概还长得不讨厌就是了 那么从这一点我也想要请问 长得好看就是帅哥美女 是不是有先天的优势在做YouTuber这方面 我觉得一定是有 当然就是说我绝对排不上名 就是说你看我的这个外形跟我的发型 基本上看起来就是个大叔 无关端正的大叔 那那些你说那些 我们讲说那些有有着年轻肉体的年轻人 他们当然很乐于去展现他们好的一面 或健康的一面 那个我们也觉得很棒 但就说有的人他可能有时候他为了流量 或是他为了要吸引人家注意 结果他就会走的可能太远了 有的搞不好不小心走火入魔了 对那就他在YouTube可能说难听的可能也混不久 因为你能卖的卖点 如果只是那些比较肤浅 或是一眼看完的东西 那也没有人是多耐看的 是一眼看到底就比较没意思了 要有点深度 对但是据说很多有的直播主 他们可能玩的就是这些东西 对 如果是玩这些东西的话要有源源不绝的新鲜的东西 也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你越浅就得越宽广 对所以说我们其实看到很多年轻人 他在YouTube上面受欢迎 反而是在与他的才艺 他的内涵展现 并不完全只是靠他的帅气美貌 是 那如果说当然他如果有才艺 然后他又幽默风趣 加上他在表演才艺的时候 展现了他的美貌 那绝对大大加分 对对对 超级加分 对 因为人生而不平等 这个没有办法 对 好你又上升到哲学了 我知道你是什么东西都能谈 但是呢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我们只好专注于这么一两点 其中的一点就是你为什么要做YouTuber 你的使命感 还是你是想要博流量 还是你是为了生存 我觉得为生存是一个非常不可能的理由 其实我是因为像我自己 我是一个孩子的爸 我小孩 我一个女儿 她今年八岁半 那她现在所处的环境呢 跟她在学校学的东西 其实在我们看起来是很 很薄弱 很 我们觉得太可爱了 有点像是 在这个无城市里面做实验的感觉 温室里头会培养出的温室里的花朵 那种感觉 你温室还在逊一点 就是还更无城一点 还更无害一点 还更梦幻一点 那我们现在台湾搞的教育呢 跟搞的文化呢 其实在我看起来是很假的 它也不让小孩有足够的品格教育 甚至不让你知道说你该有的义务 权利是什么 而只教小孩要有发言权 要质疑你的父母亲 要跟你过去的文化 跟你的血缘说拜拜 因为你是一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台湾人 你只要爱台湾 随时补充你的台湾价值 你就好棒棒 那这在我看起来是非常 因为您是一个非常高水准的电台 所以我就不方便用其他的评论 对对我们电台是不能够说脏话的 但是你刚刚提到的一个名词就是台湾价值 这个台湾价值是什么 是不值得台湾人去大家共同拥有 并且引以为融的一个价值吗 我觉得台湾原来最好的台湾价值 就是兼容并蓄 就是我们能有国际的票望的元光 我们也有自己的软实力跟硬底子 包括我们血液里面留着的DNA 它就有很多宝贵的价值在里面 甚至是丰富的文化意涵 甚至我们可以在我们广袤的大地上 获得的整个文化的养分 这些我觉得是原来汇萃到台湾 一个你说千年难得一遇的机遇也好 或是整个历史的转折点 它就是在台湾发生了 那又有国际的竞争力 我觉得这是原来台湾最应该 引以自豪的竞争力 我相信你也会认同 我相信听到的环境外 对我完全完全认同 因为有这么多精英从中国大陆 汇萃到台湾 这是一个真的是千年不遇的一个机会 就是你说的这种历史的转折也好 是机遇也好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 而且是我要说英文是unique 就是独一无二的 so unique 没错 然后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当这些宝贵的资产 它其实对我们来说 好像这么自然的时候 敌人就趁着夜色悄悄地演过来 他们演过来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从1996年到现在 就是说为什么我特别讲1996年 就是整个民选总统开始的时候 台湾的一切就在政客的洗刷 跟利用这种充满诈骗士 或是似是而非的语言 然后再让大家觉得我们好像迷失了 跟我们不再务实了 那我们要追逐的是 很奇怪的抓不到的天边的彩虹 而不是你身边每一个值得你去把握住 跟你去珍惜的人事物 我觉得这是民选总统以来 台湾在整个政治浪潮 跟甚至我们说的不客气的 是政治的运动 甚至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状态下 逐步流失自己的根基 到今天的台湾价值 它其实空洞的不得了 它其实只是变成蔡英文跟民进党政府 在绑架全台湾人进行他的政治运动 而这群人是骗完选票骗钞票 我这么讲 不晓得大家能不能理解我要表达的意思 就是说 我想是不熟悉台湾目前情况的人 也许并不会很了解 这个骗完选票骗钞票的意思 但是听到这句话的感觉 就是有一点好像贪腐的意思在里头了 就是除了贪腐 它还会用各种名目网 来让你非得在他的网络里面 你也逃不开 那你也只能被他玩 那这种种其实都是很令人 这个经验都不会是很愉快 我举例来说 最新的一个政策叫三倍券 它是一个就是说 你要先付1000块台币给你的政府 你政府做庄 他再换筹码给你 然后拿到这个筹码的 他再去说你可以消费这个额度 那相关的财团也好 银行也好 他们都有很多的方法 从这3000块去赚到钱 但老百姓其实你自己是付了钱 去让政府跟财团交好朋友 那一般人觉得我付1000块 拿到3000块 我还净赚2000块 这个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真正的去想的话 对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请你政府 我们每个人的银行 我们的bank account 都在你的电脑里面 都是你的database 你可以直接回到我户头来 一点都不难 就像每个人若欠税 又要转折一下 一定要你先给他1000块 他再给你3000块 这个一来一往之间 有什么样的猫腻是吗 这就是江湖郎中 他在变魔术的时候 他其实有很多障眼法 就在你每一个细节里面 就发生了 那最好笑的一件事情 我就先讲 他印这个所谓的 这个什么刺激景气的 这个什么振兴券 那他说要先花3亿台币 再去买一台新的印刷机器 这个买机器的时候 当然就可以有回扣啊 各种的情况在里头了 Anyway 反正他就是要花钱 先去买一台机器 这当然就在我看来 是很吊轨 因为台湾的印刷 没有这么不堪吧 我们台湾银行 也是印钞票 印了几十年了吧 我们还有国防部 都还有特殊的印制厂 中央银行 也有自己的印刷机 你没有道理钞票能印 然后这种消费券不能印 我找不到道理 所以说我只知道 他们有各种的名目 框着你 然后在台湾人的 每个大脑里面 穿着制服 天天要你相信政府 相信党 我曾经都跟我的 YouTube上面 频道的朋友们 开玩笑 就说 其实我每天早上起床 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朝着 总共府的方向 行三绝公里 然后还要祝导 赞美英皇 感叹英皇 还要笑得很开心 要不然我怕我小孩 到学校跟他老师说 老师 我爸爸今天笑得不真诚 早请是晚会报了 这个是曾经非常 被人做了至少十年的事情 对 我觉得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但是台湾其实它现在已经是不宣布戒严的戒严了 我来接受您的访问之前 其实我刚跟一个国立大学 一个名牌国立大学的研究生 刚在聊这个事情 他跟我讲的心有栖栖焉了 就我们对这种状态 每个人都知道 他现在在台湾用每一个环节 跟每一个政治讯号 在人民之间做敌我是识别 天哪 人与人之间要做敌我是识别 我们不知道自己还是不是同胞 不知道自己还是不是同一国人 你只要他认定你没有台湾价值 你要滚回大陆去 你要滚回哪里去 天哪 这现在的台湾价值 如果长这样的话 他能有资格叫台湾价值吗 所以在你的观察 或者是目前大家 大部分台湾的人的心目当中 台湾价值已经变掉了 我觉得已经被他们冲刷掉 所以已经不是原来的台湾价值 是台湾价值进阶版或者是退阶版了 台湾价值的山寨版 山寨版 台湾价值的政客语言2.0 3.0 5.0 我觉得已经进化到 被绑架后的台湾价值了 是就是说尤其像现在网络时代 我们知道很多年轻人 他的生活空间 其实就是在他的键盘 跟他的monitor之间 那他们如果照台湾的 我们讲说这些网络的乡民 网民或是这些 我们在台湾有些专有名词来形容 他们叫1450 1450就是说政府的预算 有某一笔1450万被抓到 是去养网军来攻击 1450就变成网军的代号 对或是另外一个代号叫817 就是817万票投为蔡英文的 那在这些代号里面 他有很多意涵 就代表说他们相信政府相信党 他们觉得台湾好棒棒 台湾No.1 台湾甚至如果当有一颗彗星 要撞往地球的话 最后解救地球的人 应该就是蔡英文 应该就是这些1450 因为他们的键盘 大概是天下无敌的 在我们说话的此时此刻 确实有一颗彗星离地球非常近 对 所以听说今天的紫外线特别强 是 说到这一点 当然在比较古老的 这个星相学里面都说 彗星就是扫帚星嘛 就是不好的 扫把星 对 所以今年又出现了这个所谓的扫把星 也许对很多事情来说 有人觉得有一个解释了 反正庚子年嘛 遇到庚子年 全世界人大概都是好日子的 要先收一下 好的 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进个广告 等一会儿我们再来谈 你要怎么样用你的这个 YouTube这一个频道 来把这个情况挽救回来 或者是至少让它不恶化下去 好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拓展您的业务 西雅图市为餐厅 商店 食品卡车和手推车 创建了免费的户外用餐和零售许可证 通过让客户在公司的人行道 路边或停车场上用餐 或在室外购物 来利用夏季的优势 这些许可证是在重新开放营业时 吸引客户注意力 并确保客户和员工安全的绝佳机会 有兴趣吗 请与西雅图经济发展办公室联系 电话206-684-8090 或oed at seattle.gov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每周三晚上情感夜线栏目 七年多来的主持人雅秋 在喜迎电台八岁生日之际 期许西雅图中文电台 在华语广播的路上 越走越远 越走越成功 为西雅图华人社区提供最优质的媒体服务 也为全世界华人听众 提供收听广播节目的最佳选择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 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 是由非营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 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 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ceattle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 每周三晚上 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 那么我们的节目 不但能够在收音机里听到 您也可以在 我们电台的网站上 听到过往的录音 用电台的手机APP 你可以实时收听 也可以收听过往的录音 另外在一些社交平台上 包括YouTube 还有蜻蜓 还有喜马拉雅海外版的 手机APP Himalaya上 都可以听到我们过往节目的录音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 欢迎您随时去收听 今天想去为您请到的嘉宾呢 是台湾台北的毛嘉庆 他是一位YouTuber 所以呢 今天我们都在问 关于他这个 做YouTuber的这些经验 还有心路立场 可以这么说吧 在节目 谢谢你 在第一段的时候 他谈到了很多 他希望能够改变的一些状况 也就是说 现在令人不能够满意 甚至不能接受的一些状况 但是要怎么样来改变呢 我希望他有一个很好的计划 好的 是 谢谢汪姐跟所有西雅族的好朋友 很开心 能够跟大家在这样子 这么美好的机会里面 一起聊天 我的YouTube频道名称 就是我的名字 就叫毛嘉庆 就是毛笔的毛 嘉庆皇帝的嘉庆 嘉庆皇帝的嘉庆 很好记 谢谢 然后 我主要呢 希望其实 真正希望传达的一些理念 就是说 大家能够很简单的看清楚政治 其实政治 它必须就是民生 政治一旦脱离民生 它其实就是诈述 政治脱离民生 就是诈述 因为 小弟过往在媒体界 跑党政新闻 跟自己制作节目 然后也在政界服务过 我真 真切的体会到 如果我们不能照顾好老百姓 如果不能让 老百姓过着好日子 那国家是不会强的 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一个正向的循环 反之 如果你因为一个当政者 没有办法给老百姓过好日子 而你要大家惶惶不可终日 又没有力气来监督政府 又必须担心你的下一顿在哪里 那人民当然就会变成愚蠢 好统治 好管理 所以说 在民主政治 在台湾今天被玩成这个样子 我们说它几乎是被残掉 玩得残废掉 因为它没有把真正 从政当成是 必须要当一个公仆 而是我们选出来的人 我们以为我们选出了公仆了吗 其实我们选出了统治者 这是非常吊诡 在民主制度里面 却很血淋淋发生的一个事实 就在台湾 那我们要了解 就是说今天 还好现在YouTube Facebook等等的这些新媒体 只要我们有之一同的人 我们可以把它串联起来 甚至我们去共同传达正确 有正能量的事情 因为我们以身为一个 堂堂正确的中国人为荣 我们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 并不是一个很舒服的位置 但是我们不能放弃明天 尤其我们不能让我们的 自己的小孩子 在这个恶斗跟政客的操弄之下 忘了自己姓神吗 我觉得这是很 很重要的事情 对我来说一个根 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根 我们站不住脚 别人吹口气 你可能就会倒 那你刚刚提到一个 很不舒服的位置 那么这个很不舒服的位置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像其实我们 当我们在说 我们希望能够 因为家庭翻转教育 当我们希望说 台湾是不是民进党 不要去立国安法 台湾是不是能够 不要用意识形态来废掉 核四朝 台湾是不是能够 不要把人民 宪法赋予人民的参政权 我们所谓的选举罢名 创之复决的 创之复决的公投权 民进党是不是能够 不要把它废掉 甚至我们再退一步讲 当初的公投法 让它便利 人民好提案 就是方便台独的可能性 我们不会言的讲 台独在民进党的党纲 跟台湾前途决议文 如果他们是完真的 必须要透过公投 但是就在去年 蔡英文让公投废掉 等于没有用了 关到鸟楼里面去了 这是民进党做的 这是民进党的总统 蔡英文做的 所以他不但是在压制 反对他的声音 他连相信他的人 都必须被他欺骗 这是我们看不过去的 所以像小弟 我在6月9号的时候 其实在民进党的 中央党部楼下 我去那边睡了两个晚上 我要做抗议 那时候的抗议的两个target 一个是前高雄市的 议长许坤源 在罢免韩国瑜事件之后 他不幸身亡 我认为因为罢免韩国瑜 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在民进党中常会里面 做的决议 所以蔡英文必须负责 第二件事情比较重要 是钓鱼台的主权 是钓鱼台的主权 当日本人要片面宣布改名 而中华民国总统 兼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他没有讲话 我们的外交部 没有强硬的表态 我以前长期的 跑短正的新闻 我也在政界服务过 我知道这里面 有最基本的SOP 第一点 你的外交部长必须把日本铸台代表 叫来 你要跟他言斥 你要言斥 要表达政府态度 这才代表你是完整的 但连这个基本动作都没做 他们说我们重视于权 甚至立法院的院长刘锡坤 还说 我们跟日本要和平相处 我们可以各自争议 共同开发 我实在是听不懂 他的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 因为日本人不可能 要跟你一起共同开发的 日本人也没有 要跟你和平相处的意思 我们连自己的经济海域 渔民要去捕鱼 都会被日本的船给驱逐 我不晓得西雅图的朋友们 知不知道 就是说从冲绳 到我们台湾东南方的冲织鸟 交两块礁石 这原本都是我们 中华民国的经济海域 但是在蔡英文上台之后 这整个经济海域 我们从东北角 从宜兰到我们的 整个东半边绕了半圈 再到屏东 我们所有的渔民 他们是赖以为生的海渔场 海边的渔场 现在我们一年的渔季 只剩下四个月 汪姐您心懂了吗 什么叫做渔季呢 渔季就是可以去打鱼的季节 对 但是本来是你家海边 你其实你天天可以去 你半夜也可以去 因为总统叫蔡英文 好消息 你的总统叫蔡英文 所以你现在一年 有四个月可以补鱼 所以另外的八个月 是有什么问题 日本人他有八个月的主权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说全年十二个月 就只是有八个月 这种区分 我们就好像我们来分一下吧 你拿八个月我拿四个月 是这个意思吗 是就这个意思 但是是在你家门口 而你只有四个月的使用期 对就是把八个月拱手让人 对啊 所以我们说 谢长廷这驻日代表的驻 是帮助日本的驻 驻日代表 对因为把自己老百姓的 这个都牺牲掉了 老百姓基本 余权都牺牲掉 主权更不在话下 那所以这就像小弟刚刚提的 政治如果脱离民生 他就是诈述 这你就看得很清楚 是这部分民生 民生就已经少了三分之二 对 百名就这么简单 他大比一和一 送给日本人就这样 那老百姓教育延天 但是你求救无门 非常写淋淋的教训 那么你刚刚也提到 这个选举罢免创制复决 在公投的那一部分 现在是不行了 也就是说这四权 已经受到了 等于是损害 但是罢免 你刚刚也提到 罢免市长的事情 那可见选举跟罢免 在台湾还是很活跃的 它其实是被扭曲的很严重 因为他们现在用 整个国家机器 他们掌握在手里头 其实玩的是完全用违宪的方式 在操作国家机器 等于说他们走火入魔 但是你拿它没皮条 因为他们会用国家机器 去控制言论 所有的媒体 几乎现在都必须 我们说相信政府 相信党 在大脑里面穿着制服 以免你拿不到政府标案 以免你又被检讨 以免他又说 他要把你调照 你要license 他要把你调照 这些在台湾 都已经变成我们的日常了 都已经变成台湾人的日常了 就政府要修理你 更要限缩你 其实你心里有数 他弄不弄你而已 他弄你的时候 你能怎么办 我有好几个朋友 从去年选举 一直持续到现在 常常被进行 所谓的茶水表 茶水表这个意思 我不晓西雅图 朋友听得懂 听不懂 我来稍微的做个比喻 就是今天你在家里 有人门铃突然想 叮咚 然后你去开门 门口站着一个人说 我要进来你家 看一下你家的水表 现在是几度 你说那不是昨天才看过吗 他说昨天是昨天 今天我要再来看一次 我怎么知道 你家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那你就知道 这个茶水表并不单纯 我所谓的这个茶水表 是你的电话 可能不是只有你 跟你对话的人 在听而已 你的网络 可能知道你在 哪个网站进出的人 也不是只有你跟你妈妈 那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如果生活在 这样子的台湾 其实每个人是心里有数的 我们也都 就像我连在YouTube 跟在Fastbook上面 因为您知道吗 就是我们台湾在 YouTube跟Fastbook的 广告代理商 台湾的在地的代理商 其实都是民进党 跟新潮流外围的公司 我是公开已经讲过多次了 我连在政论节目上面 都公开讲 所以您也不用担心 我讲话无负责 没有问题 那在这个方面上 你就要知道说 即便我现在要利用 YouTube这个平台 我希望能够把大家 有共同向上的力量的 朋友们串联起来 我们都还是会受到打压 我们都还是会受到打压 但是就像我在我YouTube上面 跟我的这些朋友们 粉丝们分享 就是说哪怕今天 只剩一个人看 哪怕今天只有一个人听 哪怕今天我毛家庆的手伸出去 只能握到一个人 我这件事情我都会继续做 无心兴起可行 则遗山倒海之难 亦有成功之日 这么有道理的话 当然不是我毛某人想得出来的 但是这句话是孙中山讲的 但是无心兴起可行 是你相信可行 我绝对相信可行 对 再长的业都会过去 那么你做这一段时间 你说四个月左右 你的粉丝成长得快吗 就从零个到现在 接近三万 两万八千多 这一个礼拜被YouTube砍掉 偷偷砍掉很多 还有这种事情是吗 对对对 他会找人去检举你 就我刚讲的1450 1450呢 他们会找人去检举你 他们检举我的理由 超好笑的 就说我穿着暴露 就说我穿着暴露 You know 这是一个Polo shirt是吗 就类似都这样 反正他们就是无胸生有 先去检举你 然后广告代理商用他们自己人 然后就说 就是因为你言词不雅 就是因为你穿着暴露 所以呢 你的粉丝很多都已经不看你了 但实际上是他不通知他们 他说这些人不看你呢 所以他就不是你要粉的 还有把它偷偷砍掉 这些小动作很多 每天都会发生 我跟我的一些YouTuber的朋友 每天都被发生 我们习以为常了 这就是现在的台湾价值 但我们又没有办法去充值 现在的台湾价值 所以我们就这样顶风 顶着风走 但是觉得蛮踏实的 那么我还有一个 很可以说是具体又抽象的问题 就是台湾的民主 因为台湾也一直 引以为傲的就是台湾的民主 那么走到这一步 你觉得民主怎么办呢 难道不该继续民主吗 我觉得台湾的民主 现在已经确定在2020年 1月11号蔡英文连任之后 台湾的民主 步入一个全新的里程碑 这甚至会是全世界人类 都没有面临过的里程碑 台湾的民主 现在叫做民进党做主 也是民进党做主 对就民进党做主 民进党蔡英文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就是我们的主 非常的好 觉得空气清晰 觉得皇城内一片和谐 觉得我们生活的周遭 都有粉红泡泡 我是可不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我曾经有的一个想法 因为我记得 有一次听到蔡英文说 好像他在带领台湾人 但是很多的人跟不上他的脚步 好像他走在太前面了 这些人民要不就是太愚笨 愚昧 要不然就是头脑不开化 没有办法跟上他的脚步 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 对啊 这就是这个听起来 你会你你你如果 听不清楚 你会以为 你是不是听到1966年 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 文化大革命开始 这几乎就是一样的论调 事实上我当时的想法就是 因为在一个台湾这样子 民主的地方 有这样子的执政党的党主席 他给我的感觉 他并不是执政党的党主席 而是一个革命党的党主席 就是说他是一个倡导革命 然后要很多人跟着他走的这一种态度 而不是说我今天是来执政 我是要替人民办事 蒙福利要做公仆的 他不是他是公支 要走在前边 要带领别人 这种感觉跟执政是 在我的概念里是两码事的 他是来当统治者 他是来当支配者 而且你一定要相信他 要不然你就落伍了 就像他自己说的 你们要跟着上 对不对 我们走那么快 你们后面都要跟上 不要落队 他等于是在警告人民 你们如果跟我不同调 你们如果跟我走的方向又不一样 那你们要小心 如果有个什么不测 你们要负责 可是我们要的 难道是这样子吗 就我们有自己的宪法 有自己的主权 有自己的领土 有自己的军队 我们甚至有非常好的人才 可是现在在整个国家的运作下 他就是糟蹋了这一切良好的条件 他也让人民没有办法 去自由自在的谋自己的福利 也没有办法让每个人都过得好 之后国家整体向上 他现在就是要让你觉得 你不要觉得你自己过得很烂 这世界上还有很多角落 过得比你更烂 鼻上不足 鼻下有余 对啊 他就是这样子来催眠年轻人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知道 他们听说 他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 台湾是一个宝岛 台湾那时候 一个手提箱 可以做遍全世界的生意 但是他现在不敢想象这个事情 他不敢想象 现在 但是台湾还曾经有一个 有三个字很很流行 叫做小确信 现在台湾还是一个 很能够享受到小确信的地方 以前我们讲这个烟雀 烟枝鸿鸿鸿之至 现在台湾都是小确信 每个人都是小麻雀的性格 小确信 那玩到这个地步 是什么状况 就是说渔民最好管 渔民政策最好管 老百姓苦 老百姓穷 我叫你说日文 才有发两颗米给你吃 你要当皇民 你才能分配得到米 这一样的意思 曾经日本人殖民台湾 把我们的 像我的外祖父 外祖母 他们以前 我小时候听他们讲到 日本人统治台湾那个时候 家里种的米 家里养的猪 是日本人的 你要乖乖养乖乖种 种出来的米 他们才会运回日本 去给日本人吃啊 你要为天皇效力啊 要不然你不会讲日文 看到日本警察不敬礼 揍你是活该的 那现在民进党 怎么可以用这种 日本殖民台湾的方式 在处理自己台湾同胞呢 这我觉得相当可耻的一件事情 就在生日 我不晓得我这么讲 会不会太激烈 忘记你们多包涵 这个不是激烈不激烈 激烈不激烈是你的态度 或者是语气 但是事实如果是如此的话 那么你用什么样的态度 什么样的语气来说 那是无所谓 因为你讲的是事实 所以呢 我们就要在节目的下一段 再进一步的探讨这个事实 现在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China向您问好 购买回国机票 请上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 专售美中航线机票 应有尽有 一目了然 网上自动购票 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 就是FlyChina.com的独特优势 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主页左下角 实时更新回北京 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 点击后 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的宗旨 帮您尽快找到 物美价廉的行程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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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播八周年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 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行节目 今天亚图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毛嘉庆 他是台湾台北的一位YouTuber 那么我觉得他很有使命感 那在他的这个做YouTuber 这几个月的过程当中呢 我想他也历尽了很多的 不要说千辛万苦吧 就经历了很多 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两件呢 是谢谢亚洲 谢谢所有西雅图的好朋友们 其实你说我们在不管是说 希望在文化或政治面上 能够让大家醒过来 能够让大家有一点开始关心自己 跟有一个在民主机制下面 能够有所反省跟检讨 为什么说反省跟检讨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其实讲求的 民主的素养里面很大的一层 其实就是人文跟人性思考 所以当我们去说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强大的 白人警察的膝盖 去压着一个该死的黑人脖子的时候 我们在反思的是民主制度 跟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与信任 为什么会崩解的如此的快 在台湾也是一样 就您说当YouTuber的一些艰辛 我跟您报告就说 我上一次我曾经跟另外两位YouTuber 他们都比我年轻 而且他们比我早开始当YouTuber 大概一年或一两年不等 他们一位是帅哥 一位是美女 而且也都是非常优秀 在台湾相当知名的YouTuber 一个叫韩国人 一个叫高军军 他们都被查水表 我刚刚形容过的查水表 都被找麻烦 然后甚至被刑事局叫去问 有的要当证人 有的要起诉 非常可怕 你不觉得吗 曾经核实我们引以为傲的民主 我们引以为傲的言论自由 甚至不客气的直说 民主言论自由 这些东西难道不是你民主进步党 原本最在乎的价值吗 你今天怎么可以一招权在手 便把令来行 当这个恐怖统治的基础呢 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呀 他不只是换脑袋 他的手段是凶残无比的 这是我自己的经历 我上一次我们三个人到中选会 前面去抗议 其实上了很多媒体 台湾各大媒体几乎都上片了 就是说你怎么可以去 像我自己的经历 我自己的经历 就是说我在那时候 二月底的时候 就是说那时候台湾限制口罩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口罩 突然就说他要送给外国人用 然后台湾人要去排队 要去买那买不到 我觉得很可怜 那我就说甚至连这个负压隔离病房 台湾的负压隔离病房 我都说如果真的我们扩大解疫的话 会爆掉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那时候 我们在武汉有一个血友病的小弟弟 要回台湾接受治疗 但是苏贞昌跟陈时中不让他回来 我就说这样太不人道 我就讲了这两件事情 刑事局就要起诉我 然后他就直接打电话骚扰我的家人 骚扰我三个亲友 然后跟他们说 我们是刑事局 我们要找华嘉庆问事情 叫他打电话给我 天哪三个家人 他们不打给我 他们不直接打给我 打给我三个亲友 您说这是不是叫绿色恐怖 他要从你周围施压 来包围你 让你害怕 让你的家人给你压力 家人可能就说 我们希望你不要这么做了 因为太危险了 但是如果今天小弟毛嘉庆 因此就退缩了 那这个声音就不见了 那是他们要达到的目的 所以我不能让他们得逞 所以还好 我没有什么 对不对 不当习惯 我也没有持女公家标案 要不然我真的被你掐住脖子来 所以你到后来转为为安了 也没有什么转为为安 反正我就持续的 说我该说的 做我该做的 我就不觉得 我今天我没有 不投不抢的 又不像你民进党 对吧 那我也不用怕你 我也不吃你 我不拿你的 你刚刚说的那两件事情 难道没有道理吗 就是口罩 自己口罩不够用的时候 去送给外国 还有不人道的 不让要治病的小朋友回台湾 结果他们真的把我送法院 他们真的把我送法院 那法院 我拒绝 我连笔录我都拒绝制作 法院裁定不乏 因为这是事实 第一它可受公平 第二它又是事实 所以法院当然裁定不乏 但你就知道 这个政府 它就是弄一个老百姓 它无所不用其极 连我一个 现在没有任何公职 没有任何党职 我就是一个老百姓 我在我的YouTube 我上政论节目 讲这些话 他不让你讲 事实他也不让你讲 你讲事实 法院已经认证 这是事实 他裁定不乏 但是政府就是要把你送法院 就是要修理你 还要吓唬你的亲友 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台湾 面临到的状况 对 我觉得如果不是像你这样子 比较有法律知识 或者是法律常识的人 被送到法院是会非常的害怕的 那么他也不知道 他可以不做笔录 可以不做任何的事情 那不是非常的不公平吗 对人民来说 我刚刚形容的就是恐怖统治 就是说我们明明曾经有 这么好的民主制度 我们明明曾经有这么好的文化内涵 我们明明有这么强的国际竞争力 但是现在他就要你过小麻雀的性格的事情 要你小确信 你就只能像只小麻雀一样 你再也不能像曾经的那个大燕子 能够成群结队的飞 你再也不能像那头老鹰 能够从高山飞到海洋 你再也不能够因为你四面环海 像一头鲸鱼从北极游到南极 他不让你这么做 他要把你关得死死 他要统治你 他要你相信政府相信党 他要你爹亲娘亲没有蔡主席亲 今天我们就是过这个日子 那么我再请问您 在小确信这三个字里头 我听到的是小 我没有听到确跟信 因为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除了小之外 另外两个字还存在吗 他今天您讲的真是一针见习 就是说他不但要把人民缩得很小 他还要让你心里头也不敢想大 不敢判大 不敢去奢望你能以后过好日子 你越没出息越好管 最好你啃老 最好你嗑烂犯 最好你必须要靠蔡主席 来给你施舍点什么 拿一千块出来给你三千块的券 好不好 我还曾经打电话到反诈骗专线去过 真的我就在我YouTube直播的时候 我直接打反诈骗专线 那在我过生日那天 我说我想要送我自己一个生日礼物 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所以我打反诈骗专线 问他说 如果有人告诉我说 我先给他一千块 他再给我三张券 三千块 请问这是不是诈骗 接诈骗专线的公务员说 如果你听到有人打电话告诉你 那肯定是诈骗集团 但如果你说的是行政院的广告 那你就要相信他 黄姐你在喝水不要喷出来 我讲的是事实 真的 就是这么讲 就在我直播出现过 就这么一段话 很讽刺你不觉得吗 听起来是有一点匪夷所思 不过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 在很多的社交媒体 比方说不管是Facebook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常常这个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吧 可以这么说 常常有所谓的同温层 也就是说 你在这边让他们 就是让这个Social Media 发现你喜欢什么 或者是你怎么样 他们就会让跟你同样想法 或者是投你所好 就是投其所好 让你们都聚在一起成为同温层 那么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群人 他们在另外一个同温层 跟你截然不同 但是有可能跟你作对呢 对 这是绝对会发生的事情 反正只要有人类的社会里头 永远都是这样子的状况 这其实也不用 不再说只有Social Media的这个现况 人类实地的我们生活的社区 也都是这样 我们当然只会跟志同道合的人走得近 我们会跟那些 我们觉得莫名其妙的人保持距离 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就是说 今天任何人 你说哪怕我们在传统媒体的时候 我们简单地讲 你在美国会看New York Times 跟看Fox News的人 就是不一样的族群 那在台湾也一样 会去看三立电视台的 会去看联合报的 当然不是同一群人 那我们今天要的就是说 在我们能够号召 我们能够影响的群众里面 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然后就像我刚才小弟报告的那句话 无心兴起可行 则宜山倒海之难 亦有成功之日 我们要努力 我们要手牵手向前走 未来很长 路很远 我们如果不能手牵手向前走 我们会被各个击破 他会告诉你 你以往的认知 你的文化经验 甚至你的血缘 都是假的 你必须要知道 我们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我们是台湾第一 我们可以救援世界 台湾可以帮助 神经病 反正就是这些东西 你懂吗 非常的可怕 我也想请问你 当你决定去做这个YouTuber的时候 你刚刚也提到有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为你有一个女儿 你希望她能够 不是这个石头里头蹦出来的人 她能够有更多的 等于说对文化的传承 那么你在你女儿身上 你是怎么做的 你能够影响其他的年轻人的话 又要怎么样去做 我第一 教育我自己的小孩 他必须要是一个有教养的孩子 你必须要知道 我们的根是哪里 像我的祖父母 是从山东济南来的 我的母亲是家里头 在台湾四百多年 比郑成功他们都还早来的客家人 但在过去的这段历史 其实他们这种 来了比郑成功还早来的客家人 其实他们还曾经面临过 被闽南人霸凌 霸凌到他们必须要躲到 台湾的山区 跟少数民族 跟原住民一样 要躲到山区去住 他们甚至 不会讲客家话 他们的祖籍叫福建永定 本来就是客家乡 全部的人都是客家人 就跟吕秀莲也是福建永定人一样 但是他们福建永定 来得早 比郑成功都来得早 所以他们都不会讲客家话 在台湾还有这么一段 台湾的历史 但是这些民进党的历史里面 连这一段都不记载 以前人家说过民进党 是扶老沙文主义政党 扶老沙文主义政党 我这么讲 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 它就是一个事实的呈现 那我们在面对这一段的时候 我会 我必须要让我女儿知道 台湾的历史 家族的历史 国家的历史 我甚至要让他在这个小时候 就知道 我们的黄河是流经九省 长江也流经九省 黄河流经的九省叫 清甘宁 虽敬情 欲忌妒 长江流经的九省叫 清康天 川厄乡 干碗酥 我现在随时都能再背得出来这些东西 但是您知道吗 在台湾现在知道这些的人 已经越来越少 我们对自己的历史不诚实 对自己的文化 没有标准 我们的中心思想 就没有行为准则 这样子我们的国家 不会有竞争力 我们的民族 不会有未来 我认为这些事情是重要 哪怕只有我一个人在做 我都认为我多叫醒一个人 我就尽了一份力 我都认为我多握到一双手 我就多一个机会上天堂 那么在你的YouTube频道里面 你是不是有很多的 比方说我打毛家庆的名字打进去 我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内容 我可以看到台湾的历史吗 我可以看到文化方面的内容吗 我可以看到些什么的 小弟会讲台湾的历史 特别是在台湾半夜时间 我会偷袭我的粉丝 我会半夜 比如说一两点开直播说 还有人醒的吗 来我要来跟你们讲三民主义了 来我要来跟你们讲 你们不知道台湾历史 来我们要来讨论一下 长江大坝的水 到底会不会流到凤凰古镇 我是会干这些事情的 就是说我很愿意去讨论历史文化 我很愿意去讨论我们帝国 中华民国宪法的基础三民主义 即便现在没有人讲这个事情 那么你这些 但我认为它是对的 这些不管是半夜一两点 还是白天做的直播 也都会留下这个记录就是了 不是说你播完了就消失了 因此我如果没有赶上你的直播 没有赶上你的直播 我还是可以去看去听的 是的 非常感谢 是跟我们的电台节目一样 也是可以放在那边 你有兴趣的时候就可以去听 是 好的 那么你的这个YouTube上面 有这么多不同的内容 可不可以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除了这个台湾的历史 还有你刚刚提的这些内容以外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 会吸引更多的流量的内容 好的 我其实也会去介绍一些 风景名胜跟台湾的一些农业 我个人其实最有兴趣的是 在农业跟文化旁边 如果我能够当个太平老百姓的话 我相信我会去 很乐意当一个有文化的农夫 我说的是实话 你现在是有文化并不是农夫是吗 我现在是一个一等刁民 这都是看 我不相信政府 不相信党 对 看相对于什么人来说 对于我们来说 你就完全没有刁民的这个感觉了 但是有人认为你是刁民 是这个意思吧 应该是这样 对 所以我们就也希望大家知道 台湾它还是一个很美好的台湾 只是它现在的执政党 跟它现在的统治者 让大家过得不好 也让大家不敢去想未来 可是就像我们刚才聊天的时候 小弟说的那句 从心坎里冒出来的话 就是再黑的 再长的黑夜 它总有过去的时候 咒语不中招 咒语不中招 再强的暴风雨 我们也觉得 终会过去彩虹会从天边出来 让你觉得未来充满希望 即便现在日子过得不好 但是我觉得 我们还是要充满盼望 我们真的是 我自己是基督徒 我不晓得这么讲 行不行 但是我常常在祷告的时候 我就会用那句话来勉励我自己 就是说 不靠车 不靠马 靠万君之耶和华 我必须在我的信仰里面 追求到我的平安 跟我自己的原始驱动力 我也曾经很不讳言的 在我的YouTube频道上面 跟我的 订阅我的朋友们 跟我的粉丝们说 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 其实就是上天堂 因为上天堂不容易 所以我必须要对自己诚实 我要把我的家人照顾好 我要对得起我的朋友 我要对得起我的长辈 这是我真的想做的事情 而不是说 跟其他一般一样 聪明的政客 去这样子玩政治 把台湾的政治都完成 王九旦 王十旦的政治 非常糟糕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小毛 毛嘉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我希望你能够成功 并且希望你能够获得你内心的平安 今天节目时间不多了 就在这儿跟各位听众朋友 道声晚安 谢谢大家 谢谢西雅多哥朋友们 王姐晚安 Walking your talk Take us with you The KKNW app makes streaming our programming easy on your phone or tablet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下 militia 仔终于 感谢观看